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因为疫情组缺了移工来台的计划 特别前阵子申请来台的印尼移工染疫情况严重 也逼得政府限制印尼移工的入境 但其实迈入老龄化社会的台湾 看护的需求是更加迫切的 偏偏外籍看护又以印尼为最大宗 占了将近八成之多 对等待的家户来说非常无奈 而雪上加霜的是 印尼从今年的7月15号开始 将实施零付费移工政策 也就是移工原本自己支付的机票 见检等费用都要改由雇主来负担 那么这等于未来要请一名看护 就得多花四到七万元 这让许多重症患者家庭 正濒临崩溃的边缘 台湾居家照护 常年依靠外籍移工 到底面临什么样的窘境呢 带你来看 印尼看护在厨房协助准备午餐 接着送进房间 一口接着一口喂食 嘴角得用沾湿的面纸擦拭 她的顾主李佩伦常年卧床 日常生活举凡穿衣 洗澡 吃饭 都必须靠人帮忙 这个外籍应该是我第七个 第八个吧 对 我从2015年开始申请外籍 因从小罹患肋风湿性关节炎 李佩伦全身关节几乎全部损坏 同住的父母亲年事已高 才请了外籍看护工 为了减少家人负担 李佩伦学习电脑技能 接下了文章排版工作 难力范围之内 就是尽量自己工作转的 可以贴补一些 但最近听闻印尼零付费政策 将上路 未来请印尼看护工 可能得多付好几万元 让她很紧张 看到那个零付费 整个头皮发麻 觉得我应该用不起了 印尼政府原本预计 2021年实施移工零付费政策 要求海外雇主负担原本由印尼看护工赐付的机票 签证 护照更新及仲介等11项费用 约新台币4到7万元不等 但在1月15号 突然以预算准备不及暂停 而决定延后到7月中实施 台湾政府一开始 是先从媒体收到印尼片面宣布 实施零付费消息 在感到错愕的同时 只能赶紧透过视讯会议与印方协商 我们会上的表达是说 在还没达成共识之前 应该这个方案应该是先暂停的 不过会上对方是很明确的表达说 他们还会再继续推动 所以就刚刚坦的那一点 倒是没有达成共识了 印尼不甩台湾要求 当地官员甚至誓言 7月15号必定会实施零付费政策 否则将会辞职负责 禁止印尼看护工赐台 禁止印尼看护工赐台 声障人士推着轮椅 茂宇在印尼住台办事处 拉白布条抗疫零付费 增加负担 他们担心的是逃医外劳问题严峻 若未来真的得付这笔钱 看护工不做了 钱该怎么讨回来 你如果真的要我们付那些钱 应该是要合理的费要以外 你还必须保障过阻这一端 比如说好假设我付完了 但是外劳做一做就不做 那是不是外劳应该还我那些钱 事实上部分台湾仲介 并不反对印尼零付费政策 但强调政府的配套措施才是关键 台湾现在也有很多的年轻人 去walking holiday 或者甚至比如说到澳门去上班 其实他们谈的方式 都不是我在这边要付多少钱 其实他们都几乎是不用付费用 他们到当地之后 然后雇主他会跟他订个契约 你必须坐满 比如说半年一年以上你的这些费用 你才不用赔给我 但是事实上你要去之前的这些费用 都是雇主付费的 只是这钱该怎么付 仲介建议可以分期付款 若移工转换雇主 则又下个雇主支付 但目前劳动部仍请向希望 印方不要实施零付费政策 或将雇主负担费用降到最低 也正在积极开发其他移工来源国 增加这个来源国 那劳动部持续跟外交部这边来合作 密切跟几个比较有意愿的国家来做接触 那这个部分去可能要保留一点这个运作空间 台湾外籍康护工逐年增加 从1992年大约300多人 到2020年成长超过25万人 反映出台湾在长照居家照顾上 对于外籍移工高度依赖 其实台湾的康护工将近八成都来自印尼 印尼移工赴海外工作 常得贷款扛下庞大债务 常年关注移工议题的 台湾国际劳工协会研究员陈秀莲 建议政府或许能趁这个机会 更积极发展执聘移工系统 应该是要废除私人终结 去参考韩国 韩国是不是国对国 也就是由国家来做仲介这个角色 因为今天以台湾的状况来说 谁可以使用外籍移工 你可以用多少个外籍移工 其实政府在合的 你既然知道需求在哪里 那你就应该有个专门的部门 去把这个工人跟雇主两边的这个 面试或是媒合的功能做出来 来源果如果不愿意采取执聘的 这个我们只能尊重 但是呢我们会透过定期 大概两年开一次的这个送边会议 我们来这个推动 或是推动 这些来源果是不是能够尽量走 我们执聘的这个方法 其实像印尼这一次 他们在过去执聘上面 他们就比较采取保守的这个态度 事实上台湾劳动部早已成立执聘中心 但使用人数少 从2014年到2018年间 从执聘中心引进的看护工 只有66人 雇主部不去委托这种 自己去把手续办好 可是他节省的其实是外劳的就是所谓国外总结费 他节省不是雇主的成本 所以对于雇主来说 他要不要办执聘 他会得到一个东西叫做你是一个好雇主 手续繁杂且引进移工的数量不稳定 加上部分来源果拒绝放手 执聘要扩大不容易 但回归到台湾热议增加的长照需求 若持续则倚靠海外看护工 可能永远只能治标不治本 我们如果一直寄望在要一定要透过国外的这个劳动力来满足 这个长远并不是长远之近 毕竟各国其实都在抢这个义工 我觉得适度的对于一些本国的照顾服务能够开启 甚至一方面也解决了国内提供出照顾服务的这个就业的机会 我想这个是比较正办 劳动部希望与卫福部合作 推动本国长照人力 但台积与外籍看护工每个月价差数万元 并非人人都能负担 若政府能借着印尼提出零付费政策 全面检视台湾的长照问题 或许才是根本知道 长照问题是未来台湾的一大挑战 而大量引进外籍移工又衍生多少问题呢 疫情农上下来看 上个月有一名印尼移工 他有阴性检验证明 入境时也没有症状 而且检验其满也是阴性的 后来是雇主要求自费裁检 结果验出阳性 这么一追查 他的接触时才发现 这名移工检验结束之后 去自主健康管理的宿舍是个大通铺 还挤了47个人 现场环境脏乱 又拥挤炎燃成了防疫破口 到底移工来台后是面临怎样的居住环境呢 我们待您之机 2020年底 移工确诊武汉肺炎 使得仲介委托医馆中心安置移工的大通铺宿舍意外曝光 这是所有外籍移工都曾经遭遇的可怕经验 在台湾 工作两三年的移工 描述脏乱环境 人历历在目 担心呈防疫破口 政府下令 稽查宿舍 也有仲介业者 向政府申请自行梅河安置移工的建议旅馆 来 行李请放旁边 来 请量体温 365 正常 然后来 请这边稍后 这边呢 对 在那边稍后 来 第二位 现在麻烦把手 进到防疫旅馆 量体温 全身喷酒精消毒 一共入宿隔离的前一天 旅馆进行最后演练 一位坐这边 一位坐对面 依照目前的规定 住在这边 总共要检疫14天 在这里是不得外出 如果你从这个地方 外出的话 会遭受新台币100万 很严重的处分 讲解相关规定后进到房间 桌上有外文标示的隔离说明 还提供家乡味 而门外走廊 则放这椅子 让工作人员放便当 请你团门打开 不要超出这个界限 麻烦把你的餐 拿进去房间 吃完饭之后 请你把你的垃圾 放在这个椅子的下面 我们会有专人过来 把你们收垃圾 给你关上 除了专人管理还有监视器 24小时监控 安置移工防疫滴水不漏 试图要抹去大通铺宿舍 环境脏乱的负面印象 如果说雇主有他的疑虑的话 我们这边也可以 可以融流 所谓的期间的自主管理 但多住一天 就得花千元钞票 不见得所有雇主都会买单 因此部分移工隔离完后 就直接到雇主家或工厂宿舍 直击台中这栋移工宿舍 楼梯上的流浪猫 看到镜头就往上跳跃离开 映入眼帘的狭窄长廊 摆了一整排的卡式炉 往下看除了杂物堆积 还有动物的排泄物 废弃桌椅和衣服就掉挂一旁 住在这里的移工 就在如此堪忧的环境中开火 煮起了家乡味 房间内摆设整体 但近距离就能看见多只蟑螂各自盘踞 蟑螂大军入侵房间 四处都能看到小厂宗饮 这栋公寓 印尼、越南和菲律宾移工混居 生活习惯差异大 他们的雇主也都不一样 移工透露每周都有人到宿舍打扫 但一两天后环境就变得脏乱 为了赚钱养家 无奈得继续忍受这样的居住环境 这个宿舍环境真的是比较脏乱 这个要跟雇主要求 就是他或者是雇主会透过 跟仲介这边要求说 你怎么提供这样子的宿舍环境 要有定期的清理 劳动部表示将派人稽查 厘清责任归属并协助改善 因疫情而被放大检视的 移工宿舍环境 也让外界看到部分台湾雇主 是如何对待这些异乡人 其实大部分的宿舍环境都不是太好 因为他还是在一个 基管理的概念里面 他并不是在一个叫做 我要给你一个舒适的休息生活空间 可能是雇主会有自己的地方 那一种是在工厂里面 他可能就住在生产线的旁边 所以非常的吵杂 没有一个适当可以好好休息的空间 没有人去统筹 就是说这个地方他应该怎么 就是打扫啊 或者是一些生活上的管理 是没有任何统筹 其实他们要从基本工资 被扣5000块以内 都是合法的住宿费一个人 他们住宿环境不是免费的 堪忧的住宿环境 还是移工自己掏钱租下 事实上劳动部要求移工住宿 必须符合外国人生活照顾服务计划书 其中包括了干净水源 消防法规 双语标示 及空间大小都有相关规定 但居住品质上 则得靠雇主良心 我今天可能有双语标示 可是我可能 你旁边都有老鼠 那他就不会被列入 所谓违反生活管理计划书 这么多年以来 有哪一个雇主 因为违反生活管理计划书被罚 因为他以前的做法 远远都是 我来看了 你这个没有双语标示 请你补上 我远远都 就是他远远给雇主 一个定期改善的机会 我觉得他没有一个强力的作为是 要让外劳活得像个人 在工作的时候 翻开劳动部过去的记录 民国98年 实施外国人生活照顾服务计划书法归后 因为允许限期改善 因此从未有任何一名雇主 遭到罚还 如果他环境脏乱 然后这个住宿的面积 未符合规范 其实地方政府发现了之后 都会要求雇主 即刻来进行改善 那当然 在今年1月6号修法之后 像刚刚提到状况比较严重的 就可以直接开罚了 也就是说 移工住宿场所若不符规定 将立即开罚 但如何落实 就是另一个问题了 其实台湾还是有雇主 提供干净整洁的空间 让移工住得舒服 像是这间位于桃园的宿舍 就是其中之一 移工在房间内开心唱歌 这间宿舍管理完善 除了居住面积大 内部空间也井然有序 棉被枕头都摆设得非常惹奇 每个移工都有自己的专属衣柜 房间内则设有干净的厕所 若洗澡就会到房间外头 卫浴是共用空间 甚至还有暖气设备 他们外劳 跟以前这个老板他们的互动 老板都知道他们需要的 一种生活上的需求 同样是离乡背景 到台湾工作 居住环境最可能是天堂或地狱 这真的只能靠运气吗 面对全台超过70万名移工 但他们提供廉价劳动力的同时 如何调整制度 检讨改善 强化移工的住宿条件 迫在迷洁 移工衍生的问题 还要看无国籍的孩子 这里是台北市闻山区关爱之家 里头收容了一百多个无国籍的孩童 他们大多是女性 绕跑移工怀孕所生下来的孩子 妈妈在台湾走投无路 肚子又大到无法搭飞机 于是来到这里 先寻求把宝宝平安地生下来 关爱之家创办人杨洁瑜 就像他们娘家的妈妈一样 在他们去产检生产与产后的照顾 甚至养育都有 这宛如是人间天使一般 事实上杨洁瑜当初是受到神父的拜托 要他收容在台湾落难的外国人 本来以为是增加一双碗筷的事情 想不到数量非常多 带您走一趟 啊 尿片这么湿 给我一个尿片 什么尿片呢 一小坨 那狮子巾 你玩我都收不住 好了啦 快好了啦 快好了 温柔地对小宝宝说话 换尿布 轻柔安抚 娃娃大哭的小宝贝 一头黑长绑 样着生母微笑 她是杨洁瑜 关爱之家的创办人 食品空间就有20个小宝宝需要照顾 但没有一个和她有些无关系 这些宝宝孩子 从零岁到四岁大都有 他们的生母都是外籍移工 一整栋关爱之家的妇幼布 总共收容100多个宝宝 和数十位怀孕外籍移工 我又回家了 那后面到我的肚子 太大了 但也不能回家这样子 停着8个月的大肚子 25岁的阿弟来台工作4年 意外怀孕 中介要她回印尼 却没想到由于怀孕周术太大 阿弟被航空公司拒绝 无法搭飞机 走投无路之下 只好来投靠关爱之家 我们是公有所 然后在这边这里 有很多印尼人 是在这里这样子 如果没有来这边 对啊我不知道 不知道哪里 哪里被放生了 他们过后面 我们现在要去林郑中护产科而已 就是去产检 带医护去产检 收容外籍孕妇 还得确保他们能顺利生产 杨洁瑜就像是孕妇的两家人 陪伴产检 还负责紧急带孕妇生孩子 我觉得人的生跟死 常常都险在半夜的时间 所以我们 大概有一半以上都是半夜三 半夜的话 我要负责 因为我住在里面 我会开车 所以比较方便 走 这边 这些外籍孕妇 几乎都是逃于外劳 虽然已经带去民主自首 但他们生孩子 没健保 得全额自费 因此从住院手续 到支付三到四万的生产费用 都得由杨洁瑜包办 会紧张吗 宝宝 男生 女生 女生 很快就长大了 每个女人都要生 过一个月以后你就自由了 肚子就没有那么大 第一个没有生过 来 先坐这里 知道预产期吗 没有 没有 五月三号 五月三号 好 那就紧 我们是第一胎吗 对 第一胎 好 恭喜 很多外籍医工妇女 都是躲到最后一刻 快要生孩子了 才来找杨洁瑜 但部分妇产科医生 并不愿意接手 已经濒临生产的孕妇 担心有风险 或觉得为外籍医工 接生可能会赔钱 光是找愿意配合的医生 就是件不容易的事 行长就做很好的事情 就当他们 他没有家人可以照顾 有没有钱可以来生孩子 那他们等于是没能顾 没能顾的话 他可能不是妈妈出事 就是宝宝夭折 那他就找到我说 看我愿不愿意用 比较低的价钱 不要考虑赚钱 来帮他们 那我说可以啊 因为这也是一种做好事 那也是个人权嘛 他们也是个人权 那病人说 我只是延续那只行长的理念而已 那因为我本来就有在做 只是说 这也是可以帮忙一下 杨洁瑜的善心 获得医师的响应 一起成就好事 而他为何愿意 无私关怀弱势 其实要从1986年说起 那年他离婚 带两个孩子到台北工作 开了一家设计工作室 来打工的学生 田启元感染艾滋 在那个对艾滋病 不了解的年代 人们以为空气就会传染 大家的恐慌 让田启元 瞬间成了过街老鼠 走投无路 我没有害怕过 我从头到尾只有发现 他很痛苦 只有想说 怎么这么可怜 大家都不敢理他 大家都排斥他 那我要怎么帮他 所以我看到他 有点就活不下去 因为想自杀 因为同学联名写信给校长说 如果他来读书 我们都不敢去上学 因此他遭受到很大的压力 然后家里也不能回去 同才之间对他有点排挤 有点怕 不敢接触 以为空气就会传播 所以我就请他住我家 开始第一个艾滋病人的照顾 就这样 从收容第一个艾滋病患 到收容一百个艾滋病患的中途之家 期间因为居民抗议 他们也搬过好几次家 心善之余 也要对抗社会的冷漠 杨洁瑜形容自己 选了一条又如苦行的路 他公吃公住 试病患的经济状况 着收费用 往往只收个几千块 都不稀奇 而这些艾滋病患 因为免疫系统失调 身体器官衰老速度 比一般人快上十年 有的不良鱼形 有的需要插鼻胃管进食 一般安养院根本不愿意收容 你看我们来那么多年 六年都没有什么修缮 都没有花钱做修缮 我们早期比较难的 就是社会的接纳度 当然现在也是 一般民众对艾滋病 都有歧视跟弱应 像刚刚我们管委会的主委又说 你可不可以赶快再找场地 其实我们一直在搬迁 也一直希望给病人一个稳定的 住的环境 可是不容易 因为社会的一个负面印象 使得我们的工作更艰难 因为社会的不接受 照顾艾滋病患 他不敢追完募款 凭借病人互助 以及自己赚钱维持开销 一直到2003年 他才正式成立台湾关爱之家协会 才能对外募款 照顾艾滋病患 也庇护在台湾落难的外国人 医工也好或是观光客也好 好像这些被收容安置的外国人 他们看到我这么辛苦 他们会主动卷脊 袖子来帮我照顾 这些艾滋病人 而且不怕他们是艾滋病人 我觉得这一点是 我在做这个工作 我觉得最让我欣慰的一件事 就是他们互助 从30岁开始住人行善 到63岁 33年来杨洁瑜的善心 总能激起更多光辉 映照人性的美好 问他为何能坚持下去 他给了这样的答案 帮助人是会上瘾的 你会越做越上瘾 越做越快乐 越开心 然后未来也不怕死亡 什么都不恐惧 在台湾的外国人越来越多 而且国籍文化也相当多元 想家了怎么办呢 来看这位热血大叔 大家都叫他猫哥 因为他总是开着一辆 有着猫咪形状的粉红色 改装货车 上山下海深入偏乡 车上放满了数百本 来自东南亚的书籍 全是猫哥自掏腰包 远赴东南亚各国买回来的 因为他知道 在台湾的新住民或移工 他们的阅读资源非常缺乏 猫哥说 每次看到他们渴望的表情 一拿到书仿佛回到故乡 沉浸在文字中 这都让猫哥深深觉得 这件事情做对了 不止如此 猫哥还经常到渔港 把各地搜罗来的爱心物资 送到外籍渔工的手中 希望这一群 从东南亚来的移工 能够在寒冷的台湾冬季 有足够的衣物可以预寒 哪里有需要猫车就开去哪里 好像就是一种散的互动吧 这个里面是什么 它是物资跟机 我甚至曾经觉得 我就是以车为家 好像你做这样一件事情 有一种某种我们讲的吸引力法则 你做这样的事 就会有需要的人 好 我们今天就 在这些过去 你去认识这样的人 然后你也产生更多能够帮助的力量 跟人脉连接 飘着细雨的海港边 渔船一骚骚紧挨着平泊壁浪 慢慢寒风不停吹拂 虽然冷烈刺骨 但有个人却在来满满幸福 开着粉红猫车的主人 叫做林群 但大部分的人都称它猫哥 看着它 我不知道 中英文夹杂在穿插 重复着几个关键印尼单字 猫哥把这一箱箱木来的物资 专程送给来自东南亚的渔工朋友 来 杀杜 让杀杜 比利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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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不是可以给这些外籍渔工一些什么帮忙 当然他们也不是说买不起这些东西 而是我后来发现说 他拿了你的东西他就少花一点 那就可以多寄一点回去 并不是很精确的明白有人告诉我说渔工需要帮忙 那种这些东西 是我自己一厢情愿想的 但是我后来发现这个一厢情愿是对的 他们确实 拿到东西就很开心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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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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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公们迫不及待当场穿上 从箱子里挖爆翻出来的外套裤子 还有鞋子等保暖衣物 甚至连可爱的布娃娃 也让这群大男孩们爱不释手 你怎么办 猪猪 猪猪 猪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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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猪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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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别人也很愿意敞开心胸 跟你谈天 没人想做的事 猫哥却一股傻劲地拼命投入 但好心总有福报吧 他跑遍了东北角各大渔港 因缘际会开启了事业第二春 这鲑鱼是可以生吃的 很好吃哦 我为什么开始卖鱼 鱼公送我鱼 鱼多到啊 我开始送给亲自拿物资来的人 然后现在竟然变成我的收入主要来源 野生无鱼 这鱼船它捕捞到 会来问我说要买吗 有一些人他会说 猫哥你这样做很棒 我们想捐款给你 我都会说你跟我买鱼就可以了 你说他为什么要忍受这样的 一个以前不是很习惯的 这个购鱼的方式 因为我们做了多少次嘛 或许卖鱼是他这一年多来的意外惊喜 那么走进这间位在共聊的苏格奥底 就是猫哥这一辈子的生命经历 浓浓咖啡香沁入鼻尖 这一整面的书墙除了是猫哥老本行 更让东南亚移工还有新住民们 透过阅读思念故乡 以后菲律宾的书不用去买 为什么 因为渔工来啊 他都借英文书 但大宗是什么 印尼跟越南 因为最多嘛 嫁来的是越南最多 工作的是印尼 对 有一个族群的人 他的阅读资源特别确实 那我们就会发现说 一旦我们整个店经营的收入来源 并不是靠阅读的时候 我们变成是可以有心有意义去 把阅读这一块去照顾若是 清大哲学所毕业的猫哥 他回应世界的方式始终浪漫 又充满理想 爱书诚吃的他 早在出入社会时 就决定一生与书为五 我直接想说 好啊 我那么爱看书 我就来开个书店了 2006年猫哥回到母校清华大学 经营二手书店苏格猫底 在文青界剖聚名声 但他不只是个卖书狼 还把书香传到偏乡 爸 嗯 对不对 书车是15年买的 那时候初中就是 第一代步 二来说书 第三 在英文书到偏乡 因为我送书到各个偏乡的时候 我发现我深深地觉得台湾很小 在远都有小七 管然我们认为 甚至开到有一种天荒地老的感觉的地方 我竟然可以在下午出发 傍晚就到了 很震惊 我当下觉得说 这一部书车 我们当初设想的这个资源偏向 阅读资源 变得失去依附感 对 你好像觉得没有被需要到 对 然后你觉得说 没有那么强烈到 我需要这么大费周章地做这样的一件事情 猫哥的人生在50岁的时候有了新的领悟 因为他又看见了更需要帮助的一群人 于是他决定离开清大 落脚奥底 收掉了二手书屋 开了间东南亚书店 但不变的是 他继续开着书车寻回全台 哪里需要他 他就会在那 以前你纯粹在书到偏向放人就走 后来你希望打造一个是 他可以靠近书车阅读 今天到这边的话应该是越南的 然后柬埔寨 这个是泰文的 我看一下有没有熟悉的故事 我们的语文有脚 下面都有东西 泰文是平平的 然后泰文有头发 以后我就记得这个方法 我每次书都放错边 我们大部分都有脚 六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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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四个 二十四本 因为我觉得这个本 现代的小朋友比较有兴趣 柬埔寨的书比较少 所以我通通都要借 看到都很珍贵 这一天猫哥把书车 开到了新北市的三只国中 教柬埔寨文和印尼语的老师 兴奋地和新著名学生一边翻着书 但忍不住和我们介绍这些印有家乡 语文字的故事 军国的北南 越南传统故事 然后这个是 就是环剑湖的故事 可以念一下啊 这个是什么 椰子 对 就是椰子 我们越南家有种椰子 我十几岁的时候住越南也是一样 买菜啊 我们用走路去的 然后搬这个 前面一个 后面一个就是这个 哦 对 你小时候就是这样子过来的 有啊 妈妈也 妈妈也有用一个 然后我也有用一个 因为其实书车 哪怕你一个月只有一个人进 那他很好是需要借书的 我觉得就过了 他会盯着书很久 然后仿佛他好像自身 回到自己的国家这样 就沉浸在书里很久哦 头都没有看别的地方 如果是你开书车 你也会很感动 老门猫哥与他的粉红书车 承载阅读世界里的灿烂时光 成了新住民 还有外籍移工的心灵寄托 让他们正在异乡 勇敢的思念故乡 你就觉得那一趟路就值得了 哪里有需求 我们就在哪里 而70多万的外籍移工 是否也代表商机无限呢 移工界的连锁超商 分店突破上百家 这是台湾不一样的风景哦 马上回来 欢迎收看新闻深呼吸 台湾外籍移工已经有70万人了 他们的消费市场有500亿的规模 像是电话卡 汇款 邮寄包裹回乡等等 都是很大的商机 其中光是寄前回乡的手续费 就有台币12亿的商机 甚至移工界的连锁超商 分店都已经突破上百家 里头进口上万种的零食杂货 到底有多夯呢 带你来看 星期天早上在都市人还没苏醒的地底下 有一个角落如同台北城的国中之国 台北车站地下街 印尼移工大奔营 早上八九点挤进商店把需要的物资补齐 闲时临时咖啡包 疗愈思乡之情 电话亿付卡和手机 也是他们的精神粮食 就是有活动 没有活动到月底 总是不一样的 五千元左右的低阶手机很受欢迎 放进旋转柜的果汁机 运斗小家电就像精品 而真正的心灵鸡汤更不能少 有一些拜拜的 出去玩的这些头鸡 整个湾还有一米板的维多利亚的秘密 一站式的特色 让星期天才有空出来采买的一宫 不必功奔喜跑 还不错啊 很少的出来吧 可是这里有很多东西可以买 所以很百边 采买时间有限 进进出出都是千元钞票 他们会一次买可能五六百到一千块 这样子 一个人 一个人 转个身来到寄钱 也就是跨境汇款代售汇台 他们的身份是一个扎顶的经济支柱 平常的工作日无法寄钱 所以只要看到一宫假日排队 通常为了汇钱 嗨 不能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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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加班费 有 所以你现在 你是固定会加班 那这样收入变多耶 对我 有加班费有抢一年电 对 然后多赚的钱呢 怎么花 有花 这样的商店 重要性等同于台湾人的超商 因此也有专门服务移工的连锁体系 一家龙头业者 已经在台湾 展店110家 有50万个会员 坪数最小的 社区型20几坪 最大的有300坪 只要超商一开分店 就会形成一个移工经济圈 台湾人也会抢工荷包 但首先要了解他们的审美观 眼镜 牛仔衣 手表 你看只要外来的地方 都是会在这些店 他还卖各种杀金首饰 因为东南亚女性天爱金色 两个五倍 两个 对啊 很多了 那个妹妹 要摆开阿姨上来就去 OK啊 对 她们也是 阿姨也是上那些 而在台北车站外 仅仅150公尺的北平西路 都是印尼餐厅 这也是印尼经济辐社区 有的是新住民经营 有的是排华暴动后移居的华人 同样的是 她们用味蕾 排解移民相仇 是 大多大多 这怎么卖呢 这叫自私 外劳的食衣行生意都能做 不止 住也能搞定 行路里卖砖块乌瓦 坐垫马桶 她们都能包办 有什么电视 音响都有 台湾70万名义工 只要每个月在台湾花6000台币 每年就能堆叠出500亿的经济贡献 但商家之间也很竞争 龙头超商是台湾籍的老板 为了拉台会员忠诚度 有请印尼天后来台演唱 还成立影音部门 剪辑影片在IG脸书圈粉 但服务必须有铃有肉 让顾客感受高CP值 这是衣服 衣服 对 衣服 巧克力 巧克力 还有巧克力啊 对 衣服 巧克力 衣服 这是新的 刚刚买的 新的 对啊 新的 这个里面也是衣服啊 衣服 对 衣服 是要给谁穿的呢 小朋友 小朋友 小朋友穿 跟爸爸 跟爸爸 都是家人 超商龙头的孝亲纸箱 物品塞好塞满 还运到印尼各个省 这个尺寸收费台币三四千元 重点是不限重量 所以移工口耳相传的孝亲好物 炒锅 火锅 电锅 我看有很多 但是在台湾 为什么不在台湾 比较好 业者开发220伏的插头电锅 台湾过程了三大部队 透过婆妈之手下南洋 其实都一样 它就是插在插头不一样 插头不一样 然后我们也是做一些 漂亮的颜色 龙头业者每个月处理 四千到六千箱 三十多天送货道府 不限重量的后果就是 装到非常满 还突出来 米还要倒进去 倒进去倒到满 我们最大的箱子 我们大概会有70到80公斤 冬天的也是有啊 不一定是夏天啊 那边都是很热啊 但是他们会记到印尼 是因为觉得说 有夏雨天啊 有雨季啊 然后也是感受一下说 很像在国外啊 有时候这样子啊 好 好 好 而海雨货舱的隔壁 是还没有扑获到各个分店的食品和清洁用品 光是带领印尼销售第一的泡面 每个月就进口六个货柜等于66碗包 更要名为观察 现在印尼流行什么 印尼 我卖的最好的饮料 真的哦 在这片土地上 移工人数每年成长4到5% 未来面临高龄化 需求将更多 五年后就会破百万 这群汉台湾人共生共荣的外籍大军 会是这土地上重要的风景 也是台湾经济向前冲的重要回首 外籍义工在台湾已经超过70万人 他们深入各个角落 不但补足台湾的劳动市场 许多有长照需求的家户 更深深依赖着他们 不管什么国籍 都已经是台湾日常的一部分了 身为人权国家 我们要重视移工的劳动环境 但同时也要思考长期依赖外籍移工 所带来的副作用 政府恐怕必须有更通盘 且长远的人力规划 今天非常感谢您 跟着我们一起新闻深呼吸 我是陈亚玲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by bwd6